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台湾的单位这么多 连阳明山国家公园 连清华大学 好几艘大学 那飞机更不用讲 他只要随便指哪里说有炸弹 然后你就要花那么多心血 你无法可施吗 刚听我们主播讲了 说这可能是个路人叫张海川 他已经5月5号被传信 被谁传信 被中国大陆公安 他说没有 然后就不了了之了嘛 各位朋友 他说没有 那他回去继续呢 这就是两岸 我告诉你 两岸 我们其实 台湾很多问题都在两岸 譬如讲 我说 从二岸跑去游泳去大陆的那个 那个金人 现在有没有下文 没有 你完全没办法 你没有接触管道嘛 一个路也会 比我还不如 我要问 也问得到 可是我不会去问 为什么 会问 你问 你帮他问 他就说你是中共代言人 民党政府自己做不到了 你不能帮他做 因为你帮他做就表示 他很无人嘛 对不对 你们这些人可以买到疫苗 那不是显示我们政府养一堆废物吗 每个人都领高薪 每个人领那么高的加班位 每个人薪水 每个人都可以领十几万 然后连疫苗都买不到 结果你郭台铭买得到 政言法师买得到 那我们不是换同吗 而且人家买到还送给政府 政府不用花一毛钱 所以他为什么要阻挡 我不阻挡你 会显示我很无人啊 这民进党的逻辑啊 那你不让他进来 死很多台湾老百姓啊 死就死光我什么事 小党为什么每天骂民进党这个出身党 台湾人怎么会选民进党这种出身党 台湾人没眼睛啊 我老实讲 对不对 忘恩乎义 恩将仇报的台湾社会 怎么选出民进党这种 他阻挡疫苗这么明显呢 然后现在还有很多人讲 哇 民进党要怎么样 民进党就是垃圾下山 但不要脸的出身党 是不是 你很多事情做不到啊 你帮他做到 他怀恨你啊 各位就这样啊 今天 台湾最大的问题 民进党造成了 我昨天上啊 中天一个主持人做疫情一个节目啊 他说我们为什么世界卫生 大会我们进不去 我说这个很简单啊 因为民党自己也不想进去 他这样才有一个抗争的香骂本嘛 这么多年来 陈水扁时代 我们就 医界联盟啊什么很多组织就 每年都去 都到瑞士现场 正如边前 让他们 让我们的官员那些人就去了 那去了配合民间这些人 在那边 我们要进去 要怎么样 好好笑 你们根本就不想进去 你们只想抗争嘛 对不对 你只想抗争嘛 抗争就有化辩 然后就 哇 PO在网上 哎呀我们都勇敢啊 是啊 PO完了以后呢 去住兴急的饭店 吃最好的料理 瑞士五日游 好爽哦 是不是 就这样啊 各位我讲哦 我们碰到情况真的就是这样 民党根本就不想让他进去 那如果可以进去的话 这批人照样到场 他抗议谁 他抗议 我们 政府派系的代表 你怎么可以参加 参加就变成不是被抗议的对象啊 对不对 叶金川洋志良不是这样被 被他们羞辱吗 然后蔡英文那时候讲啊 叶金川去参加了 民党派人去抗议 羞辱他 把他骂到哭 然后蔡英文讲 我们不能 牺牲 两千三百万人的主权 怎么可以用中华台北呢 蔡英文 你实在是个垃圾到极点 不要脸的总统啊 怎么有这种垃圾在总统舞里面 蔡英文就是个垃圾 大垃圾啊 那你 你参加 奥运不是用中华台北吗 你为什么希望 你怎么牺牲台湾人的主权呢 你就可以啊 我有时候讲民进党的畜生 他们很很不愿意相信啊 我说我都是用反证的 对不对 认了一个社会 你可以我就可以 你不可以我就不可以 今天民进党 所全力在做的 都是他过去所全力反对的 蔡英文执政以后 520 2016年520上任 522 蔡英文 派的 外务部长叫林作元啊 他就去世界卫生大会 他就参加了啊 为什么 因为前一任的马航九 已经把这些都安排好了 他可以不去啊 那他去参加用什么名义 用中华台北啊 那你为什么可以 我讲哦 我为什么讲民进党是畜生党 没有人 有办法缓驳我 因为我讲东西 你没办法缓驳我是臭的 对不对 因为我挤镇奴 奴鼠家增 挤夜挤澳 派的人是谁 叫什么名字 在什么地点 我讲都是铁镇奴山的东西啊 大家看我在很多节目上评论 我讲的东西 就是这样铁镇奴山 我们贫了就是这个本事啊 我们跟 四九五十五三五四那些台 那些人不一样啊 对不对 跟他们那些台不一样 那些人那个什么叫名嘴 很多人嘴臭的要用臭嘴啊 我有看了都哈哈大笑 这种话你也讲得出来啊 我老实讲是不是 这种话你也讲得出来 没有尝试啊 我们现在看政论节目是在比尝试嘛 很多没有尝试的人看得很高兴啊 民进党那些 畜生支持者看得最高兴啊 他们以为哇金正恩真的死了 好高兴哦哇 从前年一直讨论 哇金正恩 现在金正恩是假的 哇好高兴哦 他们最近在讨论什么 白楼斯的总统 哦 卢卡森可以 重病你看 结果人家周天好断断的跑出来说 我哪有重病 我两天不出现 你们就说我 重病快死了 金正恩也死了 金正恩的 妹妹金里正也被他们讲死了 好好笑哦 各位朋友 我们台湾是一个 台湾是一个 没有判断力 然后只是为了意识形态 然后大家就觉得很快乐 你看了东西多少是假的 是不是 你看了多少东西是假的 所以哦 有时候你觉得可笑啊 那种可笑 有时候已经违反常识了 爱国者回弹 可以拦截基因素的 匕首炸弹吗 你拦截得到吗 那是不一样的啊 脚踏车可以追上高铁吗 当然你说有可能啊 是 当然有可能啊 虾猫碰到死豪鼠 对不对 你比他早先打出去 那他急因素刚好撞到你 有可能啊 几千万分之一 你可以把它通通拦截吗 像我们媒体在报道 你骑脚车可以追上高铁吗 各位 那个是不同等级的 不同等级不同速度的飞弹 啊我们哇讲了 因为台湾只会抄 欧洲美国这些报纸嘛 全世界 哦二十大的媒体 都是欧美的报纸 后媒体啊 这些人都是帝国主义的爪牙 他们不会讲真话 他们自己在编故事啊 哇我们抵制俄罗斯 怎么样怎么样 俄罗斯 他们现在发现 俄罗斯的石油 怎么比过去更 卖更好赚更多钱 周天才发布啊 他们发布说 奇怪俄罗斯 俄罗斯的油怎么越卖越好 怎么赚了钱越来越多 是 那你们不是说你们有多大的忍耐了吗 可以让他怎么样怎么样吗 我告诉你俄乌战争假新闻冲刺 在台湾只要讲到大陆 北韩或者俄国的新闻 多数也是假的 自己爽而已啊 可是台湾最差劲的就是 那你没有去检视吗 你没有去检视后面的吗 对不对 你不用检视啊 那 那什么叫台湾人 台湾人原来就是 自己呼隆自己的 然后很开心很高兴 把自己不喜欢的都把他讲的都不好 然后自己在那边 过自己生活编的很好 可以啊 那就准备打仗嘛 是不是 如果不准备打仗 兵役何必四哥一编一连 这是简单的道理嘛 这常识嘛 有没有战争边缘 不准讲 蔡英文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那为什么 有些东西叫做常识啊 为什么 胡兵役由四个月变成一连 这不是为了备战是什么 只有这个理由啊 为什么 蔡英文的论文 要封存三十年 每个写者 的论文都巴不得别人来引用 为什么蔡英文缓其道而行 因为他坚不得人啊 这是常识嘛 没有任何理由 他没有任何理由啊 对不对 你现在下大雨你家为什么滴水 没有任何理由 因为你家的屋顶漏水 没有任何理由就这样 就理由只有一个嘛 对不对 你为什么考试考不好 因为你没有读书啊 很多东西理由就是只有一个 根本就不用讲 啊我们这个是一个 一个智商的问题啊 这是一个常识的问题啊 你为什么 捷印你为什么上不去 因为你没有买票啊 你买票你就上得去啊 他也不会查你的身份啊 你只要拿钱出来 买一张捷印票 或者你原来的卡 你只要加值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过去 你就可以做了 这是常识唯一的答案啊 不是吗 各位我讲 我们在讲很多东西就是常识 就是普通的智力问题啊 你也没有这样的智力 对不对 对不对 大家就是很清楚 可是在台湾社会 这一套逻辑 不太通你知道吗 台湾社会充满意识形态 然后自己爽就好啊 然后不管价值不管是非啊 对不对 尤其年轻人是这样 很多人讲哎呀 你看台大 那学生选 总算选出来 哎呀怎么会有那些 那些什么对性别充满歧视 什么什么 我最有什么好奇怪的 他们现在手讲的 跟太阳花时代有何不一样 一模一样啊 对不对 太阳花有太阳花女王啊 有鸡排妹在现场 把内衣偷跳啊 各位 然后大家叫我 哇太好了 那些不是就是 以台大为主的学生吗 他们从过去 他们讲的那些东西 哪一样 不是性别歧视 是啊 然后换淫 民进党不分期立委 换淫在台大交过书 哎呀这是我们老师的责任 不用 你哪有什么责任 你们是鼓励者 你哪要责任呢 你们在太阳花 就鼓励这些人啊 小董不是开骂吗 我说太阳花就是一群小畜生啊 老畜生交出小畜生不是吗 小董已经讲了几百遍了 各位只要听到我 讲太阳花 2014年到现在 我讲的都是咬牙切齿 但我讲的东西有没有错 没错啊 现在谁敢用太阳花 不是吗 不是吗 我有时候看这些东西真好笑啊 我们真是老畜生交出小畜生啊 太阳花发生在2014 2014的民国103年了 马上九当总统 然后民进党跟那些 林辉凡那些人学生 哎呀我们学生 哇都怎么样 怎么可以牵胡帽呢 是啊怎么可以牵胡帽 是啊 我们要求怎么样怎么样 是 哇你们都要求 民党时代你们都不要求 不是吗 一群什么学生啊 各位朋友我讲 我们台湾 看到这些人啊 老实讲啊 会让人家觉得恍感 噁心啊 可是多数的台湾人是支持啊 多数的台湾人是支持耶 台湾人不要脸 已经毁以首思了 你没有一点是非观念 现在 哇大家 谴责 哎呀台大选学生会长 怎么可以这样 怎么可以那样 怎么可以这样那样 那太阳花实在你们 你们为什么要再鼓励啊 大陆有个节目叫中国好声音 在台大 真显心人 被那些独派 的人去抗议 学生抗议 哇大家叫好 因为大家 你有意识形态 你就没有是非了 台湾不要跟我讲是非啦 台湾人如果有是非喔 老实讲 叉叉都能吃啦 我告诉你 台湾怎么会有是非 台湾在国际上被人家 我说被打压被怎么样 也是天经地义啦 因为台湾的蔡英文政府 在台湾本岛里面 到处打压 意见跟他不一样的人 不是吗 你看那些可怜的人 只因为他只要可以跟你讲 你跟中国大陆有怎么样 你就倒霉了 对不对 你就不能出境 我就对你怎么样 我对付你啊 然后台湾人混混叫好 我们只要给 跟中国大陆有关系的人 给他难看 给他华力限制 重华他 我们就好开心喔 我们 台湾专产垃圾跟诈骗集团嘛 你有什么公理 有什么示威 各位我讲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是不是 你在讲人钱是 不管他是哪里人 大家的对待都一样啊 这个才叫人钱嘛 人钱还会考虑肤色吗 考虑国籍吗 考虑宗教 考虑性别吗 不会啊 这叫人钱的基础啊 在台湾有人钱吗 台湾人钱是一个屁啊 对不对 台湾哪有什么人钱 台湾人钱不如北韩啊 你摊开来 你看向兴跟他太太 公卿被限制到现在 因为有个王立强咬他 结果王立强是一个骗子 王立强咬他 只是为了让蔡英文当选 那现在呢 现在快四年了 他还被限制出境啊 这什么司法啊 台湾的司法是民进党的狗啊 台湾哪有什么司法 什么公正 对不对 你今天看啊 我们是一堆畜生 在包庇一堆畜生 然后再塑造一个 对民进党选举有利的环境嘛 各位我讲哪一样东西是错的 我们可以这样耶 所以你看到 台湾不是个公平的社会 你在国际被打压刚刚好 我们可以进去的时候 我们的代表团就要被民进党羞辱 我们不能进去的时候 这些 这些人就花着国家的公堂 然后在那边 挤一挤个布条 然后就po上两树好开心哦 哇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呢 然后下来呢 瑞士五日游 瑞士三日游 各位朋友 那你到底要不要进去啊 进去 我们的代表团要被修理 我们要不能进去的话 哇你们就在那抗议 民进党根本不希望他进去嘛 你怎么会希望进入世界卫生大会 那就没有舞台了嘛 对不对 民党怎么可能进去呢 他说美国会帮我们 你相信美国那种下山岸的畜生国家吗 美国要帮你 为什么不帮你提案啊 你要提案啊 提案大家联署要来表决啊 会议不就是这样吗 美国有提吗 没有 我们美国都听你 美国 美国促身美国啦 促身 是不是 你美国听 那你就要提案啊 请支持你的英国 法国德国 趕快联署啊 然后前场大家来表决啊 表决过半数 台湾就进去了 为什么不做 我们做的跟收了是两套啊 是不是 你不要相信这些国家 我小董讲新闻 其实都是 顺手连来 但是 就是让你比较 让你对照 我讲的每一件新闻都是真的啊 各位 台湾最假的就是蔡英文那种垃圾 就是民进党那种畜生党 你不是真的想做嘛 你就是每天 所有的动作都是为了一个 选举的目的 抗争是为了选举 欺骗是为了选举 对不对 跟诈骗集团搞在一块是为了选举 是啊 当然是啊 我问了好几个民进党 我比较熟的人 我说 你们为什么跟诈骗集团 跟曾国 董哥我们真的不认识他 我不认识你干嘛去 有一个很诚实的跟我讲 在民党里面 他也很大咖 他很诚实的跟我讲 我 我 我已经修理这么久了 我就不客气 他说我们那种气 真的真的不认识这个人啊 那你要去 因为什么呢 他说最早是怎么样 他说我挤 他说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 我的例子啊 曾国伟捐了一些钱给子风车啊 子风车集团嘛 子风车集团是谁创办的 洪三雄跟陈宁毅嘛 洪三雄 跟陈宁毅 台大法令系同学 夫妻 然后认识民进党 因为他倍分高嘛 那他们又办了一个基金会叫双清啊 一双两双一双筷子的双 清洁人员的清 他们也办了很多活动 所以你看陈吉那些人都去 其实都是双清基金会的活动 那 那后来呢 他后来又是 子风车是亲民进党的 是非常胜利的团体吧 大家看陈时中在选台北市长 不是有什么嘉莲华什么 上街头怎么样怎么样 那些道具全部是子风车搬来的啊 子风车是一个胜利的团体 各位朋友 那他说 人家兼钱 演一些剧给小朋友看 对不对 那他们办了活动 我们身为政治人物 受邀我们就去啊 我们以为是子风车的活动嘛 那子风车 里面有人出钱的人 叫曾国伟 那当然 出钱的人 子风车会邀他来 我们就在这种场合 就跟他碰面啊 就坐在一块拍照啦 他说 他说我们真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根本 后来跟他没有往来啊 天天被打 民进党有人 这样跟我诉苦啊 我相信啊 我相信 但是 像陈罗破这样 用人家的房子免费 用人家的车子免费 你知道民进党给他什么处分吗 民进党是说 我们给他警告 哈哈哈哈 给警告 警告就是口头跟他讲说 诶 有人发现了 你以后不能这样 我警告你哦 不能再换 民进党啊 好宽松哦 我们要记得喝水 董哥要不要先讲一下今天有什么行程 好 我今天要上朱大的节目 朱大的节目 对今天朱大 朱学院 现场 好 那我们今天从柏林利开始 好 谢谢美国的柏林利 他说支持董哥 非常感谢 谢谢 还有杨峰 是 谢谢杨峰 非常感谢杨峰 民众党 跟 立社党 造成了 那个歪脑筋 没有错 OK 温森峰 董哥开马 董哥喝水 谢谢我们年轻好朋友 宋丙隆 谢谢丙隆 非常感谢 然后爱丽科斯 爱丽科斯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丙隆都没有留言 但是他都很挺我 还有家虎 洪家虎 谢谢 现在自己打自己的 过去的自己 没有错 民进党就是这样畜生党 然后刘定寅 谢谢定寅给我们一个 好看的图 谢谢定寅 谢谢 感谢 然后陆丁漾 陆丁漾 民进党存在 就是台湾最大的危机 马前领导 那八连人的基本 都被瘫痪 是 OK 好 OK 然后吴昭怡 谢谢昭怡 非常感谢昭怡 感谢 董哥那天有人问说 那个社子的油饭 到底是哪一家 社子的油饭 对啊 你之前讲过 你说社子那边有 有延平北路 有啊 延平北路 应该在 我看一下 应该六段 还七段那里 他也是一个路边的 一个路边的 可是名字我忘了 应该是没有名字 就是一个摊子 就是一个摊子 对一个摊子 嗯 我有朋友跟我讲说 前几天有人躲内 是 99块美金来的 99.999 我看一下 你要看一下 因为我 我印象中没有练到 那前天 我等一下找一下 我们先回现场 来 欢迎小董真心话 各位朋友 其实哦 你在台湾哦 有时候 因为我们这边是政治是非常狂热啊 那尤其选举哦 你可以看到了 选举当然哦 大家觉得选举最好选是什么 早有名的人出来选 他本来就有知名度 有粉丝 所以民进党的逻辑就很简单 各位看到了吧 所以 吴针 就去选 曾柏仪 曾柏仪 曾柏仪去选 他们都太阳花了嘛 然后李正浩去选 李正浩跟民进党合作啊 在永和选啊 李正浩是最可笑啊 为什么 因为李正浩是沟台银的人啊 郭台银的爱将 配合民进党在永和参选 你说小董怎么会是郭台银爱将 要不然你自己上网看啊 郭台银还在他背上写 要他尽装报国啊 是不是 李正浩啊 领嘴啊 过去郭民党青年团的干部啊 领了郭民党一堆钱 那后来到嘴目上怎么讲 也不管他啊 人各有志嘛 但是大家看 你可以看到 台湾的社会 已经到了匪夷手势 你知道吗 他是郭台银的爱将 他现在跟民进党合作 说我要选永和 我要打败郭民党的林德胡 各位 你会不会觉得臭二 有时候你很挺他 他要尽忠报国 当然郭台银要他尽忠报的国 绝对是中华民国嘛 民进党是台湾国嘛 对不对 他跟民进党合作 他现在每天在 争论节目讲东讲西 我有时候听了很好笑啊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东西根本 看了就 一笑自知啊 根本想评论都不想评论 但是我告诉各位朋友 我们 像我当记者那么久 我每天 花在新闻的时间 至少五六个钟头不止 就是不管报纸 或者网络 或者各种信息 电视的各种信息 我们都要去掌握 然后说 这个他的背景是什么 为什么是这样 然后你来自己在内心做一个判断 这东西到底是真是假 因为现在很多新闻是假嘛 可是 他的来源是个大报 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就不会作假嘛 英国 国家广播公司 BBC嘛 BBC会不会作假 会啊 BBC常作假啊 纽约时报也常作假啊 那台湾媒体根本不用讲啊 各位我讲 你什么媒体到我眼前 我都会先判断是真是假 对不对 因为 那我们很容易 因为他是什么媒体 我们就相信他是真嘛 对不对 诈骗集团 为什么这么厉害 因为他有民进党人帮他背书啊 你看陈吉院长都跟他合照啊 陈吉说我 我燕王啊 他说我那天气哦 我们很小心啊 那一天是洪三雄跟陈宁毅 哦那这是过去哦 跟我们民党很熟的一对夫妻啊 对不对 两个大律师 那他要燕啊 他邀的主要的对象主兵 是苏嘉潜 哦然后接下来我们 所有人都看啊 包括陈家青 陈家青是我陈吉过去的警察局长部署嘛 所以这些我都看啊 没问题啊 包括苏嘉潜办公室主任张佳玲 张佳玲这几天在执行侯友宜 讲得好好笑 他才刚当险啊 他也跟诈骗集团揍在一块啊 他怎么去讲侯友宜 没有人做这条新闻 可最可笑的是什么 陈吉说我看了半天哦 我跟幕僚看了半天 这些人我们都认识啊 那既然陈宁毅跟洪山雄 请我们吃饭 哦主兵是苏嘉潜 我们就去啊 他说结果到现场多出两个人啊 曾国伟跟张淑温 他这两个人我不认识 可是已经到了啊 你也不能不认识 我也不晓得他是诈骗集团 我也不可能掉头就走啊 那到最近爆出来看那个 但是因为我们哦 台湾像这种比较重要的饭集哦 都会先传名单给你 哦 说董哥今天请你吃饭 然后跟你 我们今天请的来宾有哪一些哪一些哪些 然后他会传一个单子给你 这个人是 什么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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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然后大家看了 哎觉得可以 一般不会季节啦 因为 大家都有个头衔嘛 对不对 都有个头衔嘛 说哦 这头衔哦 哪一家公司董事长哦 谁谁谁啊 这个立委谁谁谁 哦 那有时候我们吃饭 也会碰到这样 比较重大的 比较正式的 你知道吗 那那 那陈吉说我看了半天 没有曾国伟跟张淑文啊 那去了现场有我走不开啊 各位朋友 啊 啊 主要请客的人洪三雄 跟陈宁毅 这跟我们民进党关系都么密切 已经四十几年了 我怎么可能 他不去 我们怎么可能不去嘛 对不对 那警政署长说 我去做一下 你你敢不去吗 你的老板一路提拔你 让你当警政署长的 陈嘉钦你敢不去吗 人家连陈吉都请到了 到时候在在场 你要不去的话 到时候在场 主人说哎呀 我们本来有请陈嘉钦署长啊 啊 那他不来 我陈吉说 我要来他就不来 这怎么 怎么可以这样 对不对 陈吉一路提拔我 我怎么感不到 所以每个人是环环相扣 各位知道 吃这种饭就是环环相扣啊 那环环相扣 以后你就 你就知道了 就每个人跟每个人 他的关系 就慢慢的麻吉起来了 那曾国伟是谁带进来的 你要问主人啊 主人请哪些人 是他的权利啊 客人不可能跟 突然夹带两个人进来 没有位置嘛 这种都是 这种饭吉是什么 你坐下来 你不必去夹菜 都有专人帮你夹菜 在旁边 一般一周来讲 两个到四个帮你倒酒 帮你夹菜 菜要上了以后 先放到主客 苏家庭前面说 这是我们今天的烤鸭 请各位绕一圈可以看 那我们帮各位分好 那请稍待 然后就跟师傅在那边分 分了以后 第一分相给主客 然后再给陈吉 他是这样分 分了以后 再给主人 主人要放最后嘛 就这样啊 你根本不必自己去夹 都到你前面啊 分到你前面就是这样 有人帮你分啊 然后问你要不要加水 要不要 加其他的饮料 然后 对不对 就是这样啊 各位 我讲哦 这种情况 陈吉讲出来了以后 很多人才刺惊 哇 原来这个真狗尾这么厉害 那他透过是什么关系 就像我 刚刚所讲 我问一个丽莹也是大咖的 他说我们真的完全不认识他 那他怎么 因为他捐钱给子凤车啊 那子凤车是我们民进党的 那个 都帮我们在搞嫌疾的啊 那子凤车说 我们的这个人帮我们 我们到各地方 远给小朋友 小朋友的家长会带他来 我们是绿色的团体啊 所以我们要号召大家 支持民进党 有没有影响力 有啊 子凤车就是这样啊 大家认为说 啊子凤车 表演小朋友好好看 是 可是他背后 他有政治的力量啊 大家都清楚啊 所以民进党厉害厉害在哪里 台湾每一样东西 我都可以把它划成选票 我告诉你 蓝莹有办法 没有 蓝莹擦眼了 我有时候很看不起蓝莹啊 蓝莹只要选好 每个人就说 哎呀一定要我出来选才会怎么样 然后选输了 屁股拍拍左人 此后四连不见踪影 你看蓝莹那些败选的人 大声讲话自己都厉害都了不起 实力都强 然后选输了以后 你看那些人现在去哪里 没有啊 他不用出来报恩一下吗 你那时候贤起那么多人帮你 有没有人出来报恩 少之又少吧 各位朋友 我讲啊 我看不起蓝莹就在这里 蓝莹里面政客都 每天讲鬼话的人都啊 对不对 我看不起在这里 他当然正派的人也有啊 值得支持的也有 比立营好很多 小董 你都蓝莹你也你也骂 没错啊 我讲新闻就是实在话 我 我两个阵营我都 认识很多人啊 但蓝莹比立营好很多啊 蓝莹蓝莹蓝莹坏一堆啊 立营当然更多啊 大家来捞一下 要选几时候他就是蓝莹啊 然后选完以后 就每天扒着民进党 看能不能分到民进党 这个执政党的好处啊 这不是一堆吗 各位我讲就是这样啊 在台湾你要看一些人 当然很多人说 我们看人要长长久久 其实不用太久了 对不对 四年前 李正浩在郭台银 宋楚瑜的背书下 赤裸上身 郭台银在那背后写 尽忠暴国不可贪污 各位朋友 哇尽忠暴国暴中华民国呢 然後昨天呢宣布 我跟台独的民进党合作 各位朋友 郭台银现在不晓得 吴帝智隆会不会 我不知道啊 因为我也不认识郭台银 也没见过他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种错愕不用多久嘛 我们说长长久久不必 四年以后你看清很多人的面目了 对不对 四年以后你看清很多人的面目 有的根本就不必了 像亲民党常被我笑啊 亲民党选举时候都说是蓝营啊 然后选完以后 一般选完选举12月初 十一月底选完 十二月二十五号就职 他马上变成蓝营的啊 选上以后马上变成蓝营的 票头蓝营啊 各位朋友 然后台湾很多人 哇亲民党哇怎么样 我说我最看不起啊 我最看不起台湾就是一堆众人 他们都说我们生男我们怎么样 你们这些生男都在帮民进党 你们不晓得 你们是民进党养的狗 民进党根本就知道你们的属性 我热爱中华民狗 是 你热爱中华民狗 然后你每天都在帮台独狗 蓝营就一堆众人 生男说我不要投这个人怎么样 是啊 了不起啊 是啊 看了就恶心啊 还说这已经生男是热爱中华民狗 畜生 热爱什么中华民狗 你们的表现 就是在帮民进党 从头到尾搬民进党 还好意思 哇讲了自己多么大意凝然 我看了就恶心 我认识很多啦 我老实讲 你怎么讲的讲不听 他就义孤行 觉得自己都了不起 都怎么样 算了啦 省省啦 你就加入民进党 把祖先牌位拿去烧掉啦 是不是 日本人到台湾来 亲日本那些人把祖先牌位都烧掉啦 家里本性啊 不用每天讲自己都了不起 是不是 马上回答 不要走 董哥我刚刚找到 刚刚留言有说就是 呃 那一个是在中广的 喔是在中广 5月23号在中广 喔中广 喔中广 是 上面那个是 我刚刚想说 会不会是数字太像 喔 然后我们自己的这样 okok 好 好 谢谢 然后我们刚刚念到 吴钊怡 是 谢钊怡 喔谢谢 非常感谢 宜乐游喜 宜乐游喜 非常感谢 他从日本 他来抖念我 那 张克勤 谢克勤 非常感谢 克勤 给我很漂亮的图 非常感谢 然后是陆佩黎 啊 感谢佩黎 非常感谢 喔也是给我漂亮图 他阿花 红阿花来了 喔是 喔很感谢 喔 然后端木 喔 是端木师刀 喔他 因为他是第一次来 下架名讲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谢谢 端木是 一個古老的姓 孔子的弟子里面有端木 郭地东吴大街校长也是端木 那非常优秀的 班杰明 班杰明 校校照片集团 支持董哥 继续 一打一百个 是 谢谢 GinoGino 非常感谢GinoGino 他给我一张 好看的图 还有 竹金刚 谢金刚你来了 绿色天天有新闻 蓝色 谢静悄悄啊 哎呀 没有错 好 我们准备回现场了喔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就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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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小董真心話 喔 台灣的政党 當然國民党跟民進党 國民党當然比民党政派很多啦 我不是國民党党员啦 國民党也常被我罵 但是我們就事論事嘛 民進党完全用意識形態 在搞選舉 在搞治國 他就這樣嘛 那當然有時候 有時候你看了都很可笑你知道嗎 常常喔 自己打自己啊 我以前喔 上赵方節目喔 我常常跟一個民進黨的立委上啊 他叫中嘉賓啊 中嘉賓 在曹啟雄當 屏東縣長時候他是副縣長 喔 那他過去當過國大代表 喔 也當過立委 現在是立委嘛 那他也一直想選 可是 上一屆的縣長 潘孟安支持做村民嘛 所以喔 他就失之交配 現在只好繼續選立委 我跟他講說 你都 你都選到60歲了還在當 對不對 30歲就當國大代表了 選到60歲了 還在 那也沒辦法啊 因為你不 你 你有沒有那個 有沒有實力 有時候很難講嘛 那大家看喔 昨天國民党 因為 屏東只有兩個選區啊 中嘉賓這個選區啊 國民党提名了 提名這個人叫黃明賢啊 中嘉賓就開罵 喔 國民党就專門提名這種政二代 黃明賢的爸爸 叫黃國安 當過 屏東的議長 可能沒有人聽過喔 我老實講 一般人不會聽過 因為 各地方很多議長你根本不會 沒聽過啦 我相信喔 很多挺郭台銘的議長 大家聽都沒聽過 除了謝一鴻的弟弟 謝典寧 又謝典寧過去起一個女明星 叫李燕嘛 對不對 喔 台語的一個李燕很有名嘛 喔 那大家講喔 謝典寧 啊其實謝家三代我都認識啦 喔 就是謝一鴻是現在國民党的立委 喔他弟弟謝典寧是彰化的議長 喔 他媽媽喔 鄭乳婚也是前立委 喔 他阿公謝岩信以前當過沈議員跟立委 所以小董我是認識啊 喔 那我們知道喔 台灣其實有很多這種家族就是 老百姓對他 可能信任 這個家族我們都找他服務嘛 他服務處 六十年來一直在這裡嘛 不管阿公媽媽或兒女都在這裡 有時候會這樣 這不只國民党 民党也很多啊 那 中嘉賓就講說 欸你 你爸爸就是過去國民党的議長 沒有人聽過啊 對不對 但是沒關係 小董 我要告訴 中嘉賓啊 你們民進黨屏東的 周春明啊 他爸爸也是議員啊 他就是政二代啊 中嘉賓 你罵黃明賢 是政二代 不應該讓他參選 不應該讓他當選 不要投票給他 周春明 周春明就是政二代啊 周春明的爸爸是國民党的議員 叫做周輝煌啊 各位 那民進黨 政二代一堆啊 現在最有名政二代就是陳明文 陳明文交棒給兒子陳冠廷啊 民進黨的提名啦 對不對 對不對 嘉義有兩席 一席是蔡易儀 一席是陳明文 蔡易儀的爸爸是蔡啟方嘛 民進黨立法院三保嘛 蔡啟方交給兒子 蔡易儀就是 那個身材很粗壯的那個蔡易儀嘛 對不對 那陳明文呢 陳明文認為該退了 陳明文27歲 因為國民党全力施持他當嘉義的議長 嘉義縣的議長 你看 國民党對他都好啊 後來背叛國民党 跑去投靠民進黨 然後就開始把持啊 把持以後 現在交給兒子啊 陳冠廷啊 陳冠廷什麼來頭 我也跟他上過節目啊 他坐我旁邊啊 董哥好 我說欸 官廷 習慣嗎 我習慣他說 你從政習慣嗎 他爸爸把他安排到國安會 後來呢 後來把他安排到台北市長柯文哲 辦公室當秘書啊 我想說他要從政 我說你習慣嗎 我問他你政治習慣嗎 不只習慣 現在要接陳明文 是不是政二代 是啊 蘇智芬是不是政二代 蘇智芬媽媽就是蘇宏月娇啊 爸爸蘇冬起啊 對不對 妹妹蘇智陽啊 蘇智陽是古代 全家都是是不是政二代 你要講政二代 台北市議會 新北市議會 民進黨一拖拉股啊 各位我講這個喔 是不是 賴品儀的爸爸 賴品儀 民進黨戲子那邊選出來了啊 對不對 他是不是政二代 是啊 他媽媽以前跟我同報社啊 然後認識他爸爸 民進黨的立委 賴靖林 賴靖林現在被三十萬交保 你說為什麼三十萬交保 因為他是銀報科技的董事長啊 各位 哇 他身價才這樣 人家顏寬人一千萬他才三十萬啊 我們檢察官看人嘛 檢察官把顏寬人倒退 一千萬交保 這是你們立委的行情 顏寬人還沒當立委的時候 賴靖林就在當立委了 你現在顏寬人現在不是立委啊 立委露險啊 賴靖林一下也沒當立委 啊 都是過去的立委 為什麼價格 價碼差這麼多 因為你是國民黨 我告訴你 陳水扁交保金兩百萬 顏寬人交保金一千萬 各位朋友 陳水扁貪乎 你要講台灣司法是公正的 前台灣講司法公正的 沒有人相信啊 對不對 你聽我節目 我舉出來都是鐵鎮如山 有名有姓嘛 你要不相信你就去 去Google亞烏搜尋啊 賴靖林 清涼有靖的靖 林喔 我們次要把那個怡靈刮掉 那個林啊 啊 是不是 一個陸志旁 再一個林 那大家可以看到 有時候小董當然隨手抓出來 到處是 是新聞 可是我要告訴各位朋友 你要講這種雙標在民進黨 他已經變很正常了 民進黨現在 就像我們剛剛留言板 有人寫的嘛 民進黨現在 潛力要做的都是他 過去都強力反對的 他天天被打臉嘛 你都是過去反對的啊 馬航九時代可以進入世界衛生大會 被你們羞辱 蔡英文說不准進去 那個是有路 我們 那個是沒有主權的 怎麼可以這樣羞辱台灣人的主權 一斤川你怎麼可以進去 現在他拼命要進去 各位好不好笑 你要進入世界衛生大會 人家進去就不行 因為國民黨可以進去 凸顯民進黨的無人嘛 可是民進黨 民進黨就會有一套解釋啊 國民黨進去是 不顧台灣人的主權 那民進黨呢 民進黨參加奧運 有沒有顧台灣人的主權 同樣的名字 中華台北啊 民進黨都可以啊 所以我說台灣到處都是畜生啊 因為沒有辨別是非的人力 台灣人有是非嗎 台灣每天看一下新聞 這個我們要伸張正義要怎麼樣 沒有台灣本來就沒有正義 怎麼會在沒有正義的地方 要追求正義呢 台灣唯一有公理正義的 就是我的節目 因為我都拿來做對照 沒有人有辦法 緩駁我打敗我 沒辦法 因為我講都是鐵正如山啊 台灣怎麼會有正義呢 台灣有正義 為什麼阿扁還在趴趴趴 昨天還跟柯文哲有說有笑 還可以主持節目跟我一樣 主持廣播電台 對不對 還可以出來幫人家站台選舉 他不是保外就醫嗎 他不是保外就醫嗎 各位 台灣有是非有真理嗎 沒有 啊你說 阿扁有被判刑啊 判刑就要坐牢啊 判刑確定不是要坐牢嗎 啊他說他身體不行啊 那那些受刑人每個人都可以講自己身體不行啊 我有一次出庭啊 碰到一個一個一個人來出庭 他被兩個划警用單架抬上去 而且是左樓梯上去 我想說怎麼怎麼搞成這樣 那他眼睛看著我跟我揮手說 董哥叫我那個那個一定是堅毅的囚犯嘛 啊 然後 他就一個囚犯 然後被被弄出來出庭 我說你 他說我我還有其他案子啊 我今天要被弄出來出庭 我說你為什麼要做單架呢 他說我癌症莫期啊 我說真的癌症莫期 我就看那個划警 划警說是啊跟我點頭啊 我說癌症莫期為什麼不保外就醫 他說通不夠啊 癌症莫期要保外就醫通不夠 阿扁可以 各位朋友 我有時候講 這真是好笑啊 但是喔 在台灣社會 你本來看很多東西就很好笑 對不對 大家比的是政治實力啊 大家比的是政治實力 啊政治呢 政治本來就沒有是非啊 對不對 民進黨跟他支持的那些狗畜生 他們樂壞了 我們只要贏我們要幹嘛都可以啊 畜生黨自然有畜生來支持嘛 對不對 可是你怎麼去 你怎麼去看待台灣社會 我說台灣社會 本來就是一個忘恩負義 恩將酬暴的社會 他本來就不公道啊 你要去跟他講是非 沒有 如果你們對是非有興趣 請你把小董的節目 傳給你朋友看啊 把我們加大啊 對不對 點閱啊 按小鈴鐺啊 分享啊 簡單講 我們才有是非 其他那些都沒有嘛 我講了每件事情 歡迎大家Google雅虎說行 董哥我們現在最後一個抖內 好 謝謝 剛剛念到朱俊剛 是謝謝健康 很感謝 綠色天天 有新聞 是 然後齁 吉米麗 是謝謝吉米 非常感謝 祝大家齁 身體健康 謝謝 謝謝董哥 spac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